HELLO 大家好,我是買偶 今天這條影片我非常興奮 因為今天講的全部化妝品 都是我新買或者新接觸到的產品 這些產品我是覺得很好用的 如果想看的話,記得要先按訂閱 等你 訂閱了,繼續看下去 首先我第一件要說的是 Pan McGrath的Primer 它擠出來的時候給大家看一下 是有一點粉紅色的感覺 但塗上後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看影片的朋友究竟加入了我的Telegram Group沒有? 因為我的Telegram Group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優惠 不同世界各地 哪個Fashion Brand減價,哪個Beauty Brand減價 全部都會在我的群組裡面說 然後有一天我突然起床的時候 就看到Pan McGrath超低,好像不知什麼 80% OFF 心想兩支,什麼了? 一定是剩下一些裸底產產品 然後,誰知道它有的產品 全部都是一些很新很新的產品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支Primer 首先我想說這個Pan McGrath的Primer 為什麼這麼正呢? 因為大家知道我平時很喜歡用的是 Tatcha和Hourglass的Primer 但有時候皮膚狀態不太好 有一點點乾,怎麼辦? 而這個Pan McGrath 它是做到打底之外 它還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而且這支Pan McGrath滋潤得來 它也可以令妝的感覺 持久度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它非常好 好,下一個是什麼呢? Contour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 我對面有一件事我很不喜歡的 就是我的鼻子好像感覺很開 很闊 其實側面看又不太過 但正面看就覺得好像很闊 所以我永遠用Fenty Beauty的Match Stick 就是把我的鼻子打陰影的 打近一點的鼻子 我試給大家看 它是很creamy 好creamy 但是它新出的這個cream版的Contour 是比起它這個cream 是更加creamy的 這兩者都是同一種顏色 它都是ember 但你可以看到那個texture的分別是很大的 這邊是厚一點 粉一點,matt一點 這邊是creamy一點,貼一點 而且我發現它出了很多顏色 我想八個顏色 它有一種顏色我超級喜歡 就是這個Machiato顏色 我想說這個顏色是很漂亮 這個顏色是更加適合用來做Contour的 因為之前ember是比較灰一點的顏色 但這個是剛剛好完美的一流 去做Contour的顏色 我平時會直接這樣上去 然後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塗的 你只要塗完之後 往下推 然後就可以做到整個鼻子 比較窄的Contour的方法 我現在塗完之後 其實鼻子已經變了另一個形狀 但你不會覺得我是化妝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 好像整容工具那麼誇張的產品 OK? 搞定了 好了下一個產品出了一段時間 但我一直都沒有機會試 就是這個Contour的2 layer eyeshadow 一個cream加一個powder shadow 那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它的底層的這個eye shadow 就是一個eye shadow cream 來的 這樣就可以令到你的眼睛可以幫你打底 而表面這一層就是eye shadow粉 它就可以令到你打在表面之後 令到顏色的感覺更加出色 還有我推介給大家的這個顏色 是Golden Peach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適合單色用的一個eye shadow 一隻這個eye shadow的顏色都已經足夠了 首先呢 它是超級pigmented 它是好像塗了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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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ye shadow的感覺 你塗完之後 嘩!挺漂亮的 如果你覺得不夠厲害的話 你再加多一層 它的shadow是偏金的 就沒有那麼粉的 嘩!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的粉色底再加一點金色的cream 在上面呢 還要是這個texture 感覺上是很luxury 我想說 這個eye shadow一點都不便宜 是62元美金啊 真心呢 它貴就貴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隻顏色 你可以保持著用 令到別人永遠看到那隻顏色 就會想起你的話 其實都挺划算的 所以 看看你選不選得更適合你的顏色 好啦!接著要說的是bronzer 我今天有兩個bronzer 想跟大家說的 第一個呢 就是nars 嚇死人 看著 首先它的盒子是這樣的 已經加了一種無敵美的珊瑚的感覺 大家看看裡面 它是有一點點亮的 其實bronzer我會contour完之後 就在表面上掃 因為contour是令皮膚的顏色均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bronzer呢 它有一種少少黃金的glitter的感覺 好啦!這一邊的bronzer呢 我今天想說的是 就是這個 新出的Charlotte Tilbury的 airbrush bronzer 如果你在找一個長期每一日日用的bronzer的話 這個bronzer就很適合你了 因為這個bronzer它的質感非常滑 畫名叫airbrush bronzer 它就真的可以令皮膚所有bronzer之外 都有一種好像filter了這樣的感覺 那bronzer呢 你可以全面塗都沒有問題的 OK? 塗了這隻Charlotte Tilbury的bronzer 感覺上就是一個很健康的glow 就是皮膚膚色非常健康 所以這個bronzer會是我近期最喜歡的bronzer方法 來的 好啦!接著我留了一個眼產品 忘了說 它就是一支Charlotte Tilbury的雙面eyeliner 這支eyeliner是我生日的時候 寄給我的一個生日禮物 但我想說這個眼線超好用 為什麼呢? 首先我覺得這兩個顏色是非常特別 它這邊的頭是偏紫的 但這個紫是紫得來 你不會覺得很誇張的 它是一支很細膚 但我又覺得很美很美很美的一支紫色 而我覺得它另一個頭更加出色 因為它這個頭是比較淺色的 那我就塗在中間的位置 就看上去 是一種初初可憐的感覺 因為眼線上面是mat的 下面是有少許metallic 就做到這個效果了 混合 好了 現在說完眼線之後 我要說的是 Lush 這個是Dars新出的 Orgasm X的一個palette 這個世界太多palette 但這個palette是很棒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看著 它有一個highlight 它有一個orgasm的原色 還有一個orgasm X的顏色在上面 orgasm X是比較偏粉 粉色是比較強的 這個就是最classic的高潮色 而左邊就是一隻orgasm的highlight顏色 我試一下它的highlight顏色給大家看 看著 Come on Look at this 我試過intense的顏色給大家看 看著 其實它的X不是真的深色很多 深色少少 真人看到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一種golden的shin在表面 所以是很棒的 我上少少的highlight給大家看 少少已經超級漂亮 哇 你看這裡多漂亮 我想說airbrush的powder超級好用的 這個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粉餅 一個乾的粉餅 讓你可以在不同時候 需要補妝的時候 都可以很方便 大家都知道 一個乾粉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我覺得這個airbrushpowder有一個好處 就是 就算塗在眼底裡 都不會讓你有一種creasing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讚揚的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有化妝 都會很容易 眼底會 然後有一條坑出來 但是這個粉呢 是完全不會有這個感覺 我覺得原因是因為它很細緻很薄 那些粉的粒狀可能是非常有細的關係 就令你眼睛不會結起了 或者一層或者很容易摺起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讚賞 化完妝當然要set臉 對不對 說起set臉 我就要說Hourglass新出的Field Soft Focus Setting Spray 這個setting spray的方法 就是用我最喜歡Hourglass的Field Primer 去做出來的一個setting spray 大家看到它的spray噴出來是非常幼細的 這樣去吸收這個setting spray 這樣它就可以令到你的妝更加的long lasting 如果你是會出油的朋友 更加勸於利用setting spray 因為它會令到你出油的時候 不會有一種太浮粉的感覺 今天的makeup很smooth 差點感覺最淺 沒錯了 最近一個我最喜歡用的新唇膏 就是這支Tom Ford的Rouge Alive 首先我想說它很細緻 你看它多細緻 很滴色得來 它有很高貴的感覺 因為一向都是很高級 很luxury 我覺得這個唇膏的顏色 好像升級了我自己本身的唇色的感覺 即是塗了之後 又不會覺得好像塗了唇膏 但我的唇色又好像好看了 的那種感覺 而這支唇膏的顏色是叫做Richard 它是20號的綠層 沒錯了沒錯 這些全部都是我最近最喜歡用的 新出和我新接觸的化妝品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訂閱 開啟鈴鐺 然後追蹤我的IG 然後加入我的Telegram 然後一起來 加入我這個馬同學的community OK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各位馬同學 拜拜 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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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很喜歡 你塗完之後 嘩很漂亮 這個顏色很漂亮 好